想要实现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的同步提高 首先要改善的就是制度 先有民主和平才能谈得上发展和进步 在印度可能近几年来的发展 已经比往昔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但当地的种姓制度依然是限制发展的根本 在这里低种姓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他们不会跟高种姓的人直接碰面 最让人无法置信的是 如果因为种种原因 这些人接触了高种姓人的身体 对方就有一种被污染的感觉 必须用水来清洁自己的身体 如果是普通地区就罢了 如果是宗教信仰非常严格的地区 除了用水来清洁 还要通过宗教仪式来清洁 为了避免双方接触 在农村地区 那些低种姓的人出门之前会敲击一种东西发出响声 这样高种姓的人听到之后就可以回避 避免双方见面 在印度种姓制度中 最高等级被称为婆罗门 掌管着印度主流文化宗教 大多数是森里贵族 之下是差地利 同样是统治阶级 主要负责行政和军事方面的职务 低种姓人包括废舍和手头罗 废舍主要从事制造业 奴业 手头罗从事服务业 大多是在高种姓家族中作用人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这样的等级划分对当地人不太公平 因为没有人愿意生下来就是贱民 可是印度等级划分非常明显 就算是高种姓女子 嫁给低种姓男子 生下来的孩子也会被直接定义为贱民 根本无法在当地立足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 关注我 itan主要叫35出鸿